龙珠从第一步到现在的龙珠超系列 已经诞生了15种超级赛亚人形态 其中的悟空作为男主角领悟的形态最多 例如从尼泰超赛开始 到接下来的超1形态 以及超2形态和超3形态 最后就是龙珠GT里的超4形态 悟空一个形态都没有落下 反倒是贝吉塔只领悟了超1形态 以及超2形态和超4形态而已 至于尼泰超赛和超3形态贝吉塔都没能领悟 到了龙珠超之后悟空率先领悟超神 随后又是领悟超蓝形态 最终领悟神之际自在极异宫 反观贝吉塔先是领悟超蓝形态 随后是深蓝形态 在布罗利剧场版中展现超神形态 到了格兰诺拉篇才领悟自我极异 可见在龙珠超里贝吉塔终于超越悟空 比悟空多领悟了一种深蓝形态 因为自我极异和自在极异宫是同等级 但是在龙珠中还存在个别形态 是独属于个人专属的超赛形态 例如孙悟范的神范形态 目前为止只有孙悟范一人掌握 需要得到老界王神的开发才会获得 第二种是特兰克斯的闪耀形态 是吸收了人们的希望之光所产生的形态 目前同样是只有特兰克斯一人掌握 第三种就是扎马斯的眉红形态 因为扎马斯是间隙界王神的身份 又通过超级神龙许愿获得悟空的身体 让原本的塞亚人血脉沾染了神性 导致的塞亚人血脉踏上神之领域后 领悟了独特的眉红形态 第四种是布罗利的超绿色形态 布罗利因为是千年才会出现的传超 本身的塞亚人血脉无比的纯正 所以布罗利所变成的超赛头发颜色是绿色 目前只有第六宇宙的开尔和布罗利一样 第五种是孙悟范的野兽形态 都说孙悟范不读书即连都得哭 原因是因为孙悟范的潜力很高 在没有认真修炼的情况下 只要获得机遇就能轻松突破极限 因为孙悟范打完杀戮后七年不修炼 已经被悟空和贝吉塔远远超越了 结果就是因为得到老界王神的开发 瞬间成为魔人不欧篇单体最强的人 到了2022年剧场版我们再次看到 就是因为比克祭天的原因 再次让孙悟范突破极限领悟野兽形态 这还是在孙悟范没有认真修炼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只要孙悟范认真修炼 甚至能超越自在吉异宫的悟空 以及自我吉异的贝吉塔都不成问题 也是因为赛亚人不断地突破极限 导致现如今的超赛形态已经诞生了15种 其中悟空领悟的超赛形态最多有8种 身为万年老二的贝吉塔只领悟了6种 都知道悟空和贝吉塔两人 刚开始都是走赛亚人的进化路线 自从孙悟范走上神范的路线之后 悟空和贝吉塔到了龙珠超之后 也走上了神之领域的路线 如今贝吉塔走上破坏神的路线 领悟出自己的进化路线自我吉异 而悟空则是走上天使一族的路线 领悟出自己的进化路线自在吉异弓 然而悟空因为不是天使一族的成员 所以自在吉异弓的领悟分为6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情绪自在吉异弓 从力量大赛上就可以看出这点 悟空只能在情绪波动剧烈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爆发出自在吉异 并且情绪自在吉异弓的维持时间很短暂 第二个阶段是变身自在吉异弓 因为按照维斯的说法 自在吉异弓是一种境界并非是一种形态 但是悟空现在需要依靠变身 才能施展出自在吉异弓 如今的悟空因为经历了力量大赛 以及摩罗片中得到梅尔斯的指导 让悟空对自在吉异弓的掌握更进一步 最终在格兰诺拉片中 悟空终于突破情绪自在吉异弓 达到可以通过变身的方式 随时施展出自在吉异弓 第三个阶段是常态自在吉异弓 可以看到天使一族的每一位成员 其实在常态状态下就是自在吉异弓 如今的悟空还无法做到这点 但是按照黑金弗丽萨展现的实力来看 悟空要想打败黑金弗丽萨 就需要将自在吉异弓突破到第三阶段 毕竟黑金弗丽萨的实力 可能是秒杀满血状态下的悟空和贝基塔 第四阶段是终极完美自在吉异弓 都知道天使一族除了大神官还有13位 既然12位破坏神当中都有强弱之分 那么13位天使成员自然也有强弱之分 维斯虽然强大却不是最强的天使 毕竟巴朵斯的实力就比维斯强大一些 如果说常态自在吉异弓是初级阶段 那么比常态自在吉异弓之上就是终极 所以说在13位天使中最强之人 必然是将自在吉异弓领悟到终极的水准 第五阶段是高级自在吉异弓 当初维斯就曾说过 大神官只用一根手指头就能秒杀自己 即便维斯不是最强的天使成员 但是在13位天使中肯定能排在中有 但是在大神官面前连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说明大神官的自在吉异弓更加高级 按照超一和超二的差距来看 即便是超二也无法用一根手指头秒杀超一 也只有超三才能一根手指头秒杀超一 说明大神官的自在吉异弓等级不是高级 而是在高级之上的巅峰自在吉异弓 由此可见自在吉异弓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现在的悟空还在第二个阶段 只不过大神官已经是自在吉异弓的巅峰了 龙珠中到底隐藏了多少位强者 悟空从超一开始一路突破 如今已经领悟了自在吉异弓 结果在龙珠超里却排在前世开外 即便在2022年的剧场版中 布罗利成功进入主线剧情 甚至还来到破坏神星接受修炼 却还无法控制超绿色的力量 说明在龙珠超中神族依然是巅峰战力 12位破坏神中已知比鲁斯的实力最强 所有天使中大神官的实力最强 但是除了破坏神和天使一族之外 龙珠中依然隐藏了三位强者 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的阿拉雷 要说鸟叔的成名之作绝对是阿拉雷 而鸟叔的巅峰之作就是龙珠系列 这也是为什么在龙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阿拉雷是鸟叔的亲闺女 反观贝吉塔也曾这样评价过阿拉雷 搞笑漫画人物专科热血动漫 所以阿拉雷在龙珠世界里就是违背常识 热血动漫的战斗方式对阿拉雷完全无效 而阿拉雷的强大可以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阿拉雷强大到一拳就劈开地球 贝吉塔面对阿拉雷都要吃亏 悟空变成超蓝形态施展龟派气功 阿拉雷只用十倍功率就能和悟空五五开 然而阿拉雷还能将功率提升到百倍千倍 可见阿拉雷打破了不能和孙家人对波的定力 再者就是比鲁斯想要抹除阿拉雷 结果比鲁斯却突然闹肚子不得不离开 说直白点就是比鲁斯无法抹除阿拉雷 说委婉一点就是给比鲁斯下台 如果当初让阿拉雷参加力量大赛 悟空直接可以选择躺云 第二位就是神龙萨拉玛 都知道龙珠超中有12个宇宙 结果力量大赛上却毁灭了7个宇宙 但是宇宙被毁灭后却没有看到萨拉玛 说明萨拉玛身在更高级的宇宙 因为超级神龙还可以使用 就证明萨拉玛还没有死去 然而我们也知道神与神之间 是存在次元上的差距 例如比克首次看到戒王神的时候 直接被震慑得无法动弹 地球神龙看到比鲁斯时 也是被吓得直流冷汗 但是大神观就站在超级神龙的面前 结果超级神龙一副高冷的模样 连一丝害怕的神情都没有 甚至当大神观开始召唤超级神龙时 两位拳王都需要提前起立迎接超级神龙 通过这点就足以说明在次元上 超级神龙要么和大神观以及拳王媲美 要么就是比大神观和拳王还要高 然而超级神龙仅仅是萨拉玛制造的产物 要是换成萨拉玛亲自降临 估计大神观和拳王都要亲自迎接 通过以上几点足以说明萨拉玛的强大 第三位就是波波先生 整个龙珠中对波波先生的描述 就是地球天神历代的仆人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信息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却看出波波先生的不凡 首先神明并非永生同样有寿命的限制 越高级的神明寿命就越长久 反观波波先生作为天神的仆人 而天神可以说是龙珠里最低级的神明 结果波波先生却熬死了几代神明 就连拥有几百年寿命的天神 最终也熬不过波波先生 再者悟空之所以能学会自在疾异功 是因为波波先生早年对悟空的指导 当初悟空来到天神殿修炼时 波波先生就用普通的泥巴 制造出一个拥有生命的泥源 而且天神殿上的精神时光污 还是出自波波先生之手 当初在魔人不欧片中比克炸了时光污 最终却被波波先生修复好了 当初魔人不欧在天神殿上大杀四方 天神被波波先生扔下天神殿所以没死 然而波波先生其实也没有死去 因为在天堂我们只看到奇奇和比迪利 以及布马和达普拉四人的灵魂 在地府我们只看到克林和雅木查等人 唯独波波先生不见踪影 甚至波波先生还能接下超赛的拳头 足以说明波波先生的强大和神秘 甚至有传言波波先生其实是萨拉玛的仆人 像比鲁斯的仆人是维斯 拳王的仆人是大神官等等 如果波波先生真的是萨拉玛的仆人 那么波波先生的实力可想而知 绝对比普通的天使还要强大 龙珠中大神官是已知的天花板 因为比鲁斯看到拳王只是弯腰 但是比鲁斯看到大神官却是跪下 并且在漫画中对大神官有所描述 维斯称大神官是全宇宙最强的人 但是按照龙珠超的设定来说 还有媲美大神官的强者没有出现 他就是制造超级龙珠的萨拉玛 只不过萨拉玛的身份很神秘 至今倒没有登场过一次 要不是超级龙珠还能使用 都怀疑萨拉玛是不是已经死了 因为制造者一旦死亡龙珠就无法使用 如此看来萨拉玛依然活着 并且萨拉玛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是那每颗星人的仙祖 因为龙珠到现在已经诞生了六只神龙 例如最早出现的地球神龙 随后是那每颗星的神龙 紧接着是龙珠GT里的地球红龙 以及负能量凝聚而成的邪恶龙 其次就是龙珠超里的超级神龙 最后就是格兰诺拉片中的二星神龙 六只神龙代表了五种不同类型的龙珠 但是这些龙珠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龙珠的制造者都是那每颗星人 仔细看地球神龙的制造者是天神 那每颗星神龙的制造者是大长老 地球红龙的制造者是初代比克 也就是比克和天神没有一分为二之前 二星神龙的制造者是莫奈克 这四人都是那每颗星人 通过这点可以大胆地猜测 萨拉玛有可能是那每颗星人的先祖 再者就是超级龙珠制造的时间 根据祖诺的描述得知 超级龙珠是在神力41年制造 反观大神官当初宣布力量大赛举办时 曾说明现在是亡历31年 其中的神力和亡历就像农历和新历一样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 龙珠超中的神力肯定在亡历之前 说明萨拉玛制造超级龙珠的时间 拳王很有可能还不是众神之主 因为在力量大赛结束后有一个细节 当大神官召唤出超级神龙的时候 我们看到两位拳王自觉地站了起来 要知道当初的地球神龙看到比鲁斯 身为神龙都被吓得流下冷汗 生怕比鲁斯不高兴抹出自己 然而当超级神龙看到比鲁斯的时候 却没有一丝害怕的模样 就连超级神龙看到两位拳王 同样没有流露出害怕的神情 然而我们也知道神龙的能力大小 和制造者的能力息息相关 拳王能一下子抹出整个宇宙 但是超级神龙同样能一下子恢复整个宇宙 说明萨拉玛和大神官以及拳王是同等级 再加上能制造龙珠的种族只有那每颗星人 而超级神龙又是第一位诞生的神龙 所以说明萨拉玛就是那每颗星人的先祖 悟空的母亲基内没有死 甚至还能变成超级赛亚人 导致打败弗利萨的人不再是悟空 而是悟空的母亲基内 故事发生在巴达克即将挑战弗利萨时 基内突然出现询问巴达克在干什么 看着巴达克伤痕累累的模样 基内很是着急询问巴达克出什么事了 巴达克让基内记住自己接下来说的话 只听见巴达克让基内偷一艘宇宙飞船 飞船的目的地就是悟空被送往的地球 因为继续留在这里只会痛苦地死去 随后巴达克又将自己的小队告知基内 除了自己之外都被弗利萨的手下杀死 听到这话的基内很是震惊 巴达克小队的成员和自己关系很不错 没想到当初一别竟然成为永别 随后基内和巴达克朝着同个方向看去 只见在太阳的日光照耀下 竟然是弗利萨的宇宙飞船 因为时间紧迫巴达克不想再废话 赶紧让基内离开这颗星球 但是基内想留下来帮助巴达克 但是巴达克立马就拒绝了 坦言基内留下来只会碍事 虽然巴达克的话很伤人 但是基内知道这是刀子嘴豆腐心 于是基内将巴达克抱在怀里 坦言自己答应巴达克会赶紧离开 看着基内离去的背影 巴达克终于没有后顾之忧放手一搏 只见夫妻两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巴达克深知自己打不过弗利萨 但也要给基内争取离开的时间 很快基内就来到控制室 经历一番寻找终于找到悟空的坐标 就在基内打算乘坐飞船离开时 一双手突然朝着基内伸来 看模样这名男子也是一位赛亚人 只不过却是弗利萨的走狗 就在基内挣扎的时候地面一阵晃动 趁着这个机会基内凝聚大波对准男子 以基内的战斗力自然无法杀死男子 但是却足以让基内挣脱男子的束缚 随后基内又朝着男子踢出一脚 直接将男子的探测器踢掉 就在男子怒骂基内不知好歹的时候 却看到基内已经凝聚大波对准自己 然而基内攻击的目标并不是该男子 而是存放宇宙飞船的控制室 只见控制室瞬间被轰出一个洞 基内临走时还顺走了男子的探测器 这是基内尝试和巴达克取得联系 但是探测器却没有传来回应 突然基内的身体发生的异常 原来是因为刚才攻击男子的时候 爆炸的余波同样把自己震伤了 就在基内坐上飞船即将离开的时候 才想到除了悟空这个儿子之外 自己还有另一个儿子拉蒂兹 然而留给基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基内不得不选择发射飞船离开这里 然而当基内飞出星球大气层的时候 却被一个巨大的能量波震惊到了 此时的基内慌忙地寻找巴达克的身影 可无论如何寻找也看不到巴达克 当飞船稍微远离贝基塔行星的时候 整个贝基塔行星瞬间爆炸 虽然基内已经飞出一段距离 但是行星的爆炸威力不同反响 基内所在的飞船依然受到了冲击 贝基塔行星被毁灭后弗利萨很高兴 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就不会出现了 与此同时基内的飞船顺利来到银河系 反观此时的基内正处于休眠状态 就在这时飞船的闹钟突然响起 基内也顺利地苏醒地过来 随后基内发现自己已经抵达地球 紧接着飞船开始经过地球的大气层 最终飞船按照当初的设定 降落到和悟空同样位置的包子山 成功降落的飞船已经致力破碎 幸好基内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 随后基内也不知道从何找起 只能先找个地方疗伤 可就在这时一只大恐龙突然出现 眼前的恐龙二话不说朝着基内冲来 虽然基内身受重伤 但毕竟是塞亚人 对付眼前的恐龙绰绰有余 没想到恐龙也是吃软怕硬 被基内踢了一脚就吓得逃跑了 就在基内打算将恐龙烹饪的时候 基内的身体再次出现异常 因为先前的伤势没能得到及时治疗 导致基内的身体已经达到极限 最终浑身无力的基内就这样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基内倒下的时候 一道身影出现在基内的不远处 基内昏迷前隐约看到 这是一位老人背着一位小孩的身影 然而当基内醒来时却发现 自己身处在一个房子内 看着房子的布置基内觉得很奇特 疑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基内发现角落的战斗服 于是基内三下五除二脱下身上的衣服 很快就将自己的战斗服穿上 对于基内来说这套战斗服能让自己心安 然而就在基内打算出门打探情况的时候 孙悟范背着悟空突然出现吓了基内一条 看着突然出现的孙悟范 基内疑惑眼前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此时的孙悟范很抱歉自己也不想吓基内 没想到基内也是好面子的人 坦言自己是被绊倒而不是被吓倒的 可就在这时基内发现孙悟范背后的悟空 立马就将悟空抱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悟空基内忍不住流泪 随后又很高兴自己终于找到悟空了 此时的孙悟范也看出基内是悟空的母亲 基内听到孙悟范称呼有些疑惑 随后孙悟范向基内解释 这是自己第一眼看到悟空时 灵机一动所起的一个帅气名字 但是在塞亚人的眼里卡卡罗特更帅气 但是在孙悟范眼里却觉得很懊口 觉得卡卡罗特这名字是短命鬼的名字 自己一定要帮助基内改正过来 就在这时基内的肚子传来抗议的声音 于是孙悟范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悟空喝着自己的小奶瓶看向一旁 就连孙悟范也震惊地看向基内 只见基内的面前已经有许多的空盘子 但是却没能填饱基内的肚子 这时孙悟范悄悄地告诉悟空 长大后要做一个良好的武术家 特别是餐桌里要得体 看来基内狂野的吃饭行为 让孙悟范有些害怕带坏悟空 这时基内好奇地询问孙悟范 悟空的脑袋上为什么会有绷带 随后孙悟范将事情经过告知基内 当初悟空和自己外出时不小心 直接跌落悬崖这才有了绷带 夜晚降临习惯早睡的悟空已经入梦 旁边的基内看着熟睡的悟空很开心 随后将悟空抱在怀里也进入梦乡 反观孙悟范只能独自睡在屋顶 很快新的一天就此展开 基内的恢复也很快已经能脱下绷带 随后基内单手凝聚一个大波 朝着假想敌弗丽萨扔去 只见刻着弗丽萨的石头被打崩了一脚 这时孙悟范走了过来 夸赞基内刚才的攻击很不错 听到有人夸奖自己基内很开心 但是孙悟范很快又说出基内的不足之处 因为基内对气的控制有些粗糙 对目标的攻击无法做到精准打击 为了让基内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孙悟范施展出龟派气功 只见刻着弗丽萨的石头直接被炸成粉碎 并且孙悟范告知基内自己刚才用的力量 只是基内刚才所用的十分之一 因为自己对气的精准运用才有如此效果 所以孙悟范打算让基内做自己的弟子 自己会教基内如何控制气 但是基内毕竟是塞亚人有些高傲 不觉得战斗力比自己低的人能教自己什么 可突然孙悟范对基内施展一招横扫 瞬间就让基内跌倒在地 随后孙悟范又拔出身后的金箍棒 基内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孙悟范的金箍棒指着 随后孙悟范让基内看看自己傲慢的样子 如今却被一根棍子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随后孙悟范承认自己实力虽然不如基内 但是自己确实能教会基内如何控制气 但是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看基内你自己 紧接着孙悟范独自留着基内在原地思考 自己则是趁着基内不在家 赶紧和自己的乖孙子悟空好好玩一玩 就在这时基内流着眼泪突然出现 告知孙悟范自己之前是故作坚强 因为悟空的故乡已经被毁灭 就连悟空的父亲也战死了 所以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这时孙悟范让基内不要活在过去 人要往前看要活在当下 最终基内选择拜师孙悟范 而悟空则是成为拜师的见证人 没想到一脸单纯的悟空真是很可爱 很快我们就看到孙悟范开始训练基内 第一步是让基内学会控制身体的协调 以基内的能力很快就轻松做到 但是孙悟范的修炼可不会这么简单 只见孙悟范扔出小石头干扰基内 不出意外基内成为了落汤鸡 上岸后的基内直接怒骂起孙悟范 看到自己的母亲和爷爷如此打闹 坐在地面上的悟空笑得很开心 因为修炼的原因基内今晚没能早睡 但是悟空却已经进入梦乡 就在这时基内看到今天的月亮很圆 随后基内用手将悟空的眼睛遮傻 紧接着基内告知孙悟范 塞亚人只要看到满血就会变成大星星 可没想到基内最终还是忍不住抬头 正好和月亮对视了一眼就愣住了 只见基内的眼睛变得通风 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 当孙悟范感到事发现 此时的基内已经变成了大星星 只见树林中一只大星星突然横空出现 看着大星星孙悟范说出了一句口诀 没想到竟然是风云诀中聂风的冰心诀 可突然大星星却朝着孙悟范伸来聚首 孙悟范还以为大星星要对自己出手 却没想到基内因为刚才的冰心诀 成功找回理智认出孙悟范和悟空 看到这一幕的孙悟范松了口气 自己随便抄来的口诀竟然起了作用 但是基内要想变回来需要等一等 只有天亮了或者斩断尾巴才行 就这样大星星的基内和悟范以及悟空 三人坐在原地等待天亮的到来 很快太阳出来后基内就已经变回原样 随后发现孙悟范正在家盖房子 毕竟基内要是一直住在这里 自己也不能每晚都要睡屋顶 就这样孙悟范和悟空以及基内三人 给这个包子山添加了不少的色彩 这天基内正在修炼却被悟空一直干扰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基内还是忍住了 可没想到悟空突然咬了基内的尾巴 瞬间让基内浑身无力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孙悟范过来询问基内还好吧 随后告知基内自己有一个惊喜 当基内看到孙悟范的惊喜时发现 原来的小房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孙悟范让基内进到屋内好好看看 只见房子被孙悟范改造成两层 通过楼梯可以来到第二层 看到第二层的环境基内很是喜欢 这时孙悟范觉得基内老是穿一件衣服 所以又送给基内一套新的衣服 就在基内打算现场换衣服的时候 意识到孙悟范还在这里瞬间脸红了起来 尴尬的孙悟范打算回避一下 很快基内的新衣服就换好了 比起战斗服来说确实漂亮了许多 于是基内打算继续外出修炼 但是悟空却舍不得基内 没办法基内只好戴上悟空一起 只见基内抱着悟空从窗口上跳了下去 很快基内就克服了尾巴的弱点 愿由悟空如何咬基内也不会再晕倒 到了傍晚基内又跟随孙悟范进行修炼 日复一日一家三口在孢子山上很幸福 此时的悟空也已经可以自行走路了 所以孙悟范打算指导悟空修炼 这天孙悟范和基内去钓鱼 没想到悟空已经忍不住上口了 这天孙悟范将金箍棒正式传给悟空 修炼了许久都出了一身的汗水 所以基内带着悟空来到海边嬉戏 就这样一家三口又是幸福美满的一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已经四岁的悟空进入了叛逆期 没有早睡的悟空打算外出打链 趁着基内和孙悟范不注意偷跑了出来 然而今晚正好是月圆之夜 第一次见到满月的悟空很好奇看了一眼 结果悟空的眼睛瞬间发生了变化 就在这时屋内的基内孙悟范 瞬间感受到整个房子都在震动 当两人来到屋外看到一只大猩猩 这只大猩猩正是悟空变化而成 这时基内朝着悟空快速飞去 打算唤醒悟空的理智 只见基内飞到大猩猩的耳朵旁 开始呼唤悟空的名字试图唤醒理智 但是悟空毕竟只是一个四岁的小孩 控制力完全比不上成年的赛亚人 所以任由基内如何呼唤也起不到作用 甚至大猩猩还准备对基内出手 幸好基内反应迅速躲开了攻击 只不过大猩猩依然对基内紧追不舍 基内连续几个跳跃和大猩猩拉开距离 没想到大猩猩突然朝着基内扔了个巨石 来不及闪躲的基内瞬间施展龟派气功 虽然巨石的危险被龟派气功化解了 但是大猩猩却趁机来到基内的面前 来不及闪躲的基内直接被大猩猩抓住 已经失去所有理智的悟空双手发力 基内瞬间发出痛苦的哀嚎 就在这时孙悟范终于出手 挥出手中的金箍棒打向大猩猩的手掌 此时的大猩猩握着手臂很是疼痛 而基内则是被孙悟范成功救下 此时孙悟范觉得必须斩断悟空的尾巴 但是基内认为自己可以唤醒悟空的理智 孙悟范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是看到大猩猩正在破坏 如果不及时处理地球就会被毁灭 最终孙悟范朝着悟空冲去 选择斩斩断悟空的尾巴 孙悟范一个蛇行走位来到大猩猩身后 随后孙悟范朝着大猩猩扑去 瞬间就抓住大猩猩的尾巴 只不过看上去孙悟范有些渺小 导致对大猩猩的作用不是很大 基内则是趁着机会再次呼唤悟空 只可惜悟空完全没有一丝理智 一招神猴百尾将孙悟范甩飞 就在基内询问孙悟范的情况时 孙悟范突然提醒基内小心 然而基内还是没能反应过来 直接被大猩猩的拳头打飞 虽然基内正面挨了大猩猩一拳 但基内毕竟是塞亚人还能站起身来 可就在这时大猩猩从天而降 眼看基内即将被大猩猩踩死时 孙悟范突然冲到基内的面前 随后用力将基内推开 虽然基内获救了孙悟范却遭殃了 直接被大猩猩狠狠地踩在脚下 看着孙悟范已经没有了呼吸 基内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正所谓孙悟范祭天基内法力无边 原本要想斩断悟空的尾巴很艰难 但是现在的基内几个蛇形走位 瞬间就找到机会将大猩猩的尾巴斩断 没有尾巴的大猩猩开始发生变化 最终大猩猩变回悟空的模样 此时的孙悟范要是活着孤寂也要气死了 要是基内早点爆发自己就不用被踩死了 天亮后我们看到在一处风水宝地 基内给孙悟范建立了一座坟墓 接下来的日子从三个人变成了两个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几年 外出归来的基内发现来了客人 原来命运的齿轮从这天开始转动 步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遇到了悟空 并且将龙珠的事情告知悟空 接下来将会是不一样的冒险故事